你好,我是波西杰克珍 今天要为大家讲解的是 北宋的画家皇帝宋徽宗造极 他生于西元1028年,逐于1135年 宋徽宗他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皇帝 因为他太爱那个艺术了 所以呢,他把宋朝带到一个灭亡的境地 北宋带到一个灭亡的境地 而且在宋徽宗之后,宋朝也一直都是击落不正 但是呢,他也是为了宋朝带来一个 前所未有光辉的一个艺术灿烂的时代 在宋徽宗在位的时候呢 他就广泛的收罗民间啊 各种的书画、珍品、奇玩啊 所以他在宫中的收藏品呢 百倍与前朝 就是前朝的数百倍的量之多啊 那这些他收藏的书画作品 正晚 他也不是一个人独享 而是说 他有果子鉴 有一些化学的学生 他会让他们临摹观看学习 所以他真的在艺术教育上面 下了很大的功夫 然后也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 其实我们也不应该评论宋徽宗 他是一个坏蛋或是不对的 因为他是一个魂君 是一个亡国之君 就认为他不好 因为他不是志愿当皇帝的 他是宋神中的第十一个儿子 他也是因缘继会之下 因为他的哥哥 宋哲宗没有孩子 二十三岁就死掉了 那宋哲宗 他里面最大的弟弟又有眼疾 因为他眼疾就是有一点残疾 所以他就不能够当皇帝 那他就是在半推半救之下 就被推上皇帝的宝座了 所以他也不是志愿当皇帝的 所以当时也有大臣反对啊 当时呢当存就说 端王轻挑不可以君天下 就是端王就是宋徽宗 所以他的个性比较轻挑啊 就是轻浮这样子 就是不可以当皇帝 可是他还是当皇帝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宋徽宗他就是比较常用的签名的方式 就是他会用书法写下天下一人的草丫 草丫 就是说他是天下第一人 因为他天子嘛 然后他还会在上面写玉笔 就是他画的 然后玉笔上面会盖一个 葫芦形的玉书的印章 那很多人认识宋徽宗 就是从这一幅辣美三情图开始认识他的 那其实我也是从这幅图开始认识他的 那这幅图上面写说 宣和殿玉智 并书天下一人 他说是宣和殿玉智 代表说不见得是他本人画的 很有可能是其他的画工画的 那宋徽宗他其实是画作留在世上最多的一个皇帝 那其中有很多都是他在画面上面提诗做赏西 不是他本人画的 那这幅图呢 因为他也没有写玉书嘛 他写玉智 所以应该是别人画的 那这上面的书法字体就他自己写的 三情经义态 梅粉弄轻柔 已有丹青约 千秋指白头 就是说 在这个辣梅时节啊 那个树上面的三情啊 他是谁呢 他是白头翁 那他的 飘逸的这个姿态啊 加上那个 梅花的那个香味 是多么样的轻柔 那单千就是绘画的意思 就是我的今生啊 我已经跟绘画有了一个约定了 一直到 从千秋万世 一直到我白了头 我还是要画画 到死防修这样子 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去 责怪他是一个不好的皇帝 因为他 这辈子就是要跟画画有约了 所以 他的生命情调就是在艺术上面 不是在政治上面 他的才能也是在艺术上 不是在政治上面 所以没有百分之百完美的人 但是他 在他的时代 他自力缔造一个完美的艺术世界 那我们看 这一幅作品 《竹琴图》呢 它上面有天下一人的牵牙 还有悬河应袭 所以这是一幅流传有据的造极的真集 他本人画的这样子 那宋徽宗教级呢 他的花鸟画是跟吹白的弟子 无缘于学的 那这一幅竹琴图呢 他是结合墨笔跟仲才的工笔花鸟画 他绿竹的质感 他是用墨笔来把它描绘出来的 而竹叶呢 他是用双勾填彩的方式描绘出来的 他的双勾 勾得非常的清淡 就是他的竹叶勾得很清很清 然后用那个石绿慢慢的填上去 所以你不会感觉到 他的叶子有被勾过 所以这样子被勾过描绘 然后再填上颜色的花叫做工笔花 但是呢 他的那个质感是用墨蓝的 所以也有墨笔花 所以这个是结合工笔跟墨笔花的一个佳作 我们把这个图放大来看的时候 你会很惊奇的发现到说 那个绿啊 那个透绿 那个亮绿 是多么样的鲜艳可爱 然后那个鸟也是 每一根羽毛都画得栩栩如生 就非常的象征的 所以宋徽宗他 他的画真的是非常的惊喜 而且他是一个非常观察入围的人 他就是真的是很深刻的观察大自然 你看他的竹子的枝条 他是有用墨钩 那个墨在结的地方 他又用深墨去勾 然后深墨勾 深墨的左边你看他是用比较墨蓝的方式 然后加上一些淡淡的彩色 然后右边他也是这样子 他就是每一节每一节的那个 竹子的枝条都画得非常的分明 然后那个竹子的力道也是非常的挺拔 就是要有特别的画工才能够做成这个样子 陶旧图呢 陶旧图呢 陶旧图是他26岁的作品 那这幅图他同样也是一个工笔色色的作品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鸟的羽毛啊 每一根都有浮染 肤色 肤色非常的艳丽 然后也可以看出就是他有一种很雍容的气度 很像是一个君王的必逆的气度这样子 整体来说就是给人一种很意气风发的感觉 那时候他还算是青年26岁 这幅他画的祥荣石呢 就是描绘他最喜欢的太湖石 他用图画与书法兼容必逊的一个风貌 就是来记录这样子的事情 那太湖石的产地在哪里呢 是在苏州的太湖 的洞庭东山跟西山这一带 因为长期受浮雪的浪冲坡记啊 就会形成一个孔一个孔的孔穴啊 那宋飞中很很喜欢很喜欢这样的石头啊 所以他就找很多人去开挖这个石头啊 要把这些石头拿去做他的园林的甲山的材料 因为他觉得这个石头非常的雅致非常的唯美啊 在西元1101年他刚继位不久的时候啊 他为了要修建锦铃西宫 然后他就运4000多块的太湖石耶 那到了1105年的时候 他还专设一个部门哦 叫做书航应奉局 就是为了采这个太湖石来设一个部门 那采太湖石的这些功能 他长期泡在水中 他的皮肤腐烂啊 他的身体很难过很痛苦 苦不堪言啊 而且很痛苦的事情是他要把那么大块的太湖石从湖底搬出来之后啊 还要经过车啊 经过船啊 长途跋涉 一路送到开封啊 这样子的折腾啊 一块太湖石的运费居然要30万贯 所以呢 在运送太湖石的这个过程中 真的是耗费大量民脂民膏 让非常多的人真是苦不堪言 所以就是造成了 嗯 居民农民的一个反抗 叫做方辣起义 就是有万人 嗯 一万个以上的人民 就是反抗这个宋徽宗的暴政 其实宋徽宗他不是一个暴君 他不是一个残暴人 就是因为他太喜欢那个爱好美的事物 美的丹妮了 所以他变成一个不好的君王 如果他是一个艺术家的话 他可能会是一个评价非常高的艺术家 很可惜的他是一位君王 所以就是得到了不好的评价这样子 那宋徽宗那么爱太湖石 他也在他的各个院 他在位的时候 他新建了非常非常多的院 宅院 就是为了要赏玩 然后用了很多太湖石 但是最后流到现在的太湖石呢 就是只有上海玉原的玉林龙 跟苏州流原的冠云峰 这两个地方而已 大部分的太湖石 都是在当时 就是宋徽宗那个时候 金兵就已经破坏掉了 所以现在流到现在也是很少很少了 然后我们来看这幅听琴图啊 这幅听琴图就可以表现宋徽宗他日常生活的生命的情调 我们看那个这个图最前方 他就是一个太湖石啊 太湖石上面呢 有一个古顶 然后上面还有一些小植栽啊 然后后面呢 最中间有一个高士 他做道士的装扮 那后人根据宋徽宗的画像 推测是应该是画宋徽宗本人 那宋徽宗本人呢 他信奉道教 自封为道君皇帝 我们也可以看到 中间这个人 他打扮的是一个道士的样子 因为传言中就是 宋徽宗他也常常就是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道士的样子 那左边这个穿青色衣服的人呢 他就是在听着这个高士啊 宋徽宗弹琴的样子 然后很怡然自得 旁边有他带来的随身的小童 那右边这个红衣服的人呢 他就带着他的扇子 然后也是在低头在倾听这个琴音 流泄出来的感觉 就是他们都在欣赏琴音的一个样貌 然后各有不同 就是把表情画得非常的细致入微 那我们刚刚说到中间那个人是宋徽宗 那穿绿衣跟红衣服的这两个人又是谁呢 再穿绿衣服这个人 他叫做王府 红衣服的这个人叫做蔡金 他们都是宋徽宗重新的奸臣 也都是六贼之一 六贼就是宋徽宗重新的六个奸臣 那这幅听情图上面 除了有宋徽宗寿经体的听情图三个字 还有那个奸臣蔡金他的七言绝句的书题 蔡金他本身是一个书法家 字写的豪见多姿 但是他执政期间呢 就是排出一己 然后收刮老百姓的钱财 挥霍奢侈 弄全误国 所以他被视为六贼之首 那他在这个听情图上面 他的题词是什么呢 他提一个七言绝句 上面写说 迎针条商造下同 松坚已有东 松坚已有松丰 养窥低省寒情客 四听无玄一弄中 这个诗是引用汉末文学家 音乐家蔡庸发现 林家造下烧饭的头目啊 是自情的良才 而自成的焦伪情的这个典故 后人就有人说 这个宋慧中听情图 他其实是宋慧中的 及时行乐图这样子 那宋慧中他的贡献呢 由以诗句为画作的考题 成为科举升官的一种考试方法 那这样子的一个制度呢 就是提高了画工的地位 也鼓励很多人开始画画 而且用诗句为画作考题 也刺激了中国画意境的发展 达到艺术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 他除了鼓励艺术家做官之外呢 他也新办一些太学 然后用他收集的材料 教导这些艺术家 而且他还会直接的去 教他们 就是帮助他们 像是有一些画家 就是他在画图的时候 他做一幅孔雀登高图 他是先举右脚 那宋慧中就跟他说 孔雀登高必先举左脚 就代表说他平常就对这些动物 有很深刻的观察 敏锐的观察度 他自己的宫廷宅院 也有养很多很多的动物 像是鹦鹉啊等等 这些动物啊 除了小腕之外 也是可以让一些宫廷的画家 化学的学生啊 就是去参考动物真正的情貌 然后做写生 等于他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艺术教育的环境 宋慧中造极 他在位的时候 他大力的搜求书画真品 充实宫廷的收藏 而且他的收藏呢 百倍于仙草 就是他的收藏是 之前帝王的一百倍啊 就是好几百倍这样子 那他不但收集这些东西 他还要加以整理啊 编写成宣和书谱 和宣和画谱 那宣和画谱呢 还将长画分为 道士 人物 公士 藩竹 龙鱼 山水 马寿 花木 墨竹 书果等石门 共载从魏晋到北宋 两百三十一位画家 六千三百九十六幅作品 那这样子让后人提供了一个珍贵的文献史料 可以研究绘画史 那除了这个书画比较小的之类之外呢 他也收集一些比较大的东西 像是他很喜欢圆灵 所以他会收藏下山洲三代的尊仪 鼎立各种的文物 然后呢 他将这些青铜戒啊 绘图注入成宣和伯谱图这个书 成为古代金石学的重要文献 那也因为对圆灵的喜爱 对太湖石的喜爱呢 他也会将愿佑的 齐花 明慧 真情 益寿 还有太湖石等齐万啊 加以图桂 然后制成宣和瑞兰册一书 那宣和瑞兰册呢 他累积到有上千册 达到一万五千余福之多 可见这是多么一个宏伟的一个工作啊 那他所做的这些事情 都为后代留下珍贵的美术史料 那我今天已经讲完了宣徽中的着急了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可以帮我按一个赞吗 谢谢你 希望下次你还可以再听我继续说下去 拜拜